当午穿东北大花奥来东北馆子炫饭 哈喽大家好 咱就说今天要来吃东北菜了 来吃东北菜的标配 是不是要配一个这种大花奥 这我专门买的 吃一家锅膊肉的 这家好多人给我推荐过 好多人说好吃 但我之前专门去吃过一次 感觉一般般 大质量时间又有好多人给我推着 我就怀疑上次厨师是不是没有发挥好 今天咱们再来尝一尝 到了到了朋友们 真傻东北乐 这个也是个老店了 你好大哥 还营业不 我要营业几个呢 一位 我要一个那个锅膊肉 上大股是几个 能做半份那种吗 一块一块一块 有那个三菜水饺吗 没有 有米饭切的 东北过来看 我不是东北过来的 我沙东的 东北这种衣服多吗 城市里小的农村叔叔 农村多 这上个世纪的感觉了 现在又成型了 就往前穿这个 我跟你们说 我朋友们 我这衣服真的贼拉包 就里边只穿了一个背心 这个姜大股 看着是不是贼拉包 这唯一有点遗憾的是 他们这没有那个酸菜水饺 要有酸菜水饺的话 就更棒了 就这份锅包肉 感觉有点意思 感觉还不错 这顿指令吃不了 得打包回去拿给家里吃了 哎呀 怎么来到东北馆子 点成川菜了 给你们看一下东北菜的分量啊 水煮肉片 锅包肉 再加两个酱大骨 水煮肉片看起来不错 贼拉下饭 蘸一下酱汁 就这种拉脆的感觉 第一口直接吸到它汁了 它这个酸比较多一些 相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更喜欢甜口多一点的 这个酸口比甜口要重 像我之前吃过肉 我还有放烹饭酱的 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做法 是正宗的 来点水煮肉片吧 盖一下米饭 你别说它是一个东北馆子 但做水煮肉片做的还可以 打打下饭 虽然有被呛的风险 但是我还想多蘸一下它这个汁 这个时候不往里吸气就好了 我看这两块大鲍骨已经很久了 这中间是有带骨髓的 然后又给配了一个吸管 然后吸管了 每次一吃这个东西 我就想起来 我们这儿有开那种 29块钱无限吃大骨头的那种 纳闷他们是靠什么赚钱的 在饭店里这一个要卖15 那岂不是说吃两个 他们就不赚了 之前我跟我朋友去吃自助炸大骨 他一个人都可以十多个 就也很奇怪 这个咕咕肉虽然没有那么经验 但隔一会儿还是想吃它 轻盈剔透 我真的没想到有朝一日我们被蜡呛了 被醋呛了 哇 一分米饭没吃过 我再要一次 朋友们我这次彻底掌握了 如何不被翘 不是不要吸它 是不要站下面这个 这个汁还干吃 这样就不会被翘了 哇 搞不出钱啊 中美菜这个份量真的很大 一个人根本没法吃完好吧 吃到最后怎么说吧 就还是感觉没有朋友说的那么惊艳 就还好吧 不能浪费啊 打包拿回家里吃 这个酱真和蜂蜜似的 哇 好朋友们 如果说你们也喜欢这条视频的话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